Good 歡迎大家回到Enjoy's Live Series 享受生活系列的第二集 距離第一集基本上都有一段時間 因為我錄了其他的影片 所以就疏忽了這個第二集 第二集就剛剛今天做好了 希望大家可以細心欣賞 我的名字叫做Tom Lee Email address就是青tom929 at yo.com.hk 有這個Thomas Cantonese頻道 也有Thomas的Spanish頻道 下面這個List 是所有頻道 大家可以在這個頻道 看到我所有的Playlist 事不宜遲 不如我們快點來到 享受生活的第二集 現在在水面有很多 鴨仔在游泳 隨波逐流 很多隻 整個水面都有 OK 你看到這一層高 就應該是 轉轉轉轉轉轉轉 轉得很快 應該是風吹去轉 那這個用來做什麼 這裏有一條 好像魚骨天線 那這個儀器用來做什麼 那我們近看回那個牌 那個牌 那個牌就寫字 那就是蠻多人 要用來温十分為 就是要用這個 蓋子的時候 就是蠻多人 就是會用來水面 或者有些水面 就是可能要浮到水面 就是这样的 那两个盖子就进入里面 工作人员进入里面 做什么我不知道 大概是什么仪器都不知道 在湖边的仪器里 或者我们可以上网搜索 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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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时速是15个小时 当然有人走路上15个小时 这就是打车的时速 下面有个Mountain with Churl 就是走路的时候 叫他Do not block where you go 那班人走的时候 不要block路 Stay in the white link 在右边走 下面是洗钱不可以允许 这个我都猜不到 我以为这条路这么少 你走过去准备狗仔 真的有你走 这条路不准的 不是第二条路 可以的 这个是刚才我们来的 哪个道路 我们叫他Stay on the right 就是走在右边 现在我们走在右边 左边就发热了 沿途可以看到风景 或者如果你细心才听 应该有些风声 听不听到风声? 有几大风 这条路也挺长 挺舒服 虽然有少冬 太阳曬之下也可以 那条路沿途也看到这条路 这条路也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上网查一下这条路 有一个牌黄色 那会不会是水涨的时候 会浸到这条路 那机会应该很美味 但是 有一个 都不知道 有一个黑道 大家细心地看看 那条路 那条路 很小 很小 那条路 那条路的 液泊液的速度 非常之快 那据说 泊液的速度 是每分钟 多少百下 九百 很快很快 那所以 基本上 第一只小鳥 可以退后 好像直升机 可以退后 可以随直升降 其他小鳥 不可以退后 可以退后 在草丛里面 也有些小鳥 也有些小鳥 躲在草丛里面 如果大家细心地看 都会看到 因为阳光太猛 所以 背光之下 你看不到 那小鳥 这条路 不少 在享受生活 继续走 我站在这个位置 可以拍一个全景 很慢的视频 给大家看一看 欣赏湖边的山景 虽然你感受不到 空气的清新 你可以看到湖边的风景 仔细一点看 湖上高 湖面上高 有很多很多鸭 在这里聚集 不知道他们睡觉 因为在这里 在逛街 不是在逛街 在逛街 在逛街 然后这里 一直转过去 整个景物 都在我们眼前 是非常广阔的 非常广阔的 你现在可以用Hulu索 把整个360度的景 做成一张照片 当然 有些人走下去 很多那边叫Raven Raven是一只食欲车 在美国 很多恐怖天 都会用这只车 所以这只车 就做回景 有殭屍出没 鬼出没的地方 就会有这些烏鸭 当然 这些烏鸭 是被人冤枉的 所以 他们不是那么坏 OK 现在断了一个圈 大家细心欣赏 大家细心欣赏 有几只鸭 在水中游昌泳 很舒服 很舒服 这里有一条桥 这条桥 能否走到出来 我们可以看看 这里好像人家那些 码头 但应该不行 这里有一条银链锁 铁 铁 还有一个牌 Aufordize the personnel only 只要有 permit 你才可以走出去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 外面有一个大的水口 可能是和这里 湖水的控制有关 工作人员才出去做事 不是被游客 在那里享受的风景 但是这些鸭是例外 这些鸭也不愿意 它也可以在那里游泳 他说你不愿意 先游泳 这个湖 挺宁静的 这个小小的湖 挺宁静的湖 沿途我们经过 看到一棵树 一棵树 上高很多花 很多花 很大棵树 所以我们走远一点去看 好 我亦都 好被背杠 走到这边去看 看到整棵树 都开满了花 就是整棵 你去全景看完 走近一点 看看这些花的样子 都不错的 看到这些花 整棵树 都是这些花 细心去看又 好似棉花 但应该不是棉花 很漂亮的 整棵树 都长满了这些花 就在路边 路边很多这些 前面那里 你看到一棵 就是那些虫树 是 上高有很多虫子 这些虫子 掉下来之后 我看到几只眼在那边飞 这些虫子掉下来之后 那些虫树 那些虫子呢 就会 倒下来吃 那如果吃不完 他就会将它 放在地上 那个洞里 那里 不知道怎么记下 那些虫子呢 收购收购 那有时 冬天找不到 虫子的时候 在那里找回来吃 这个路牌 这个路牌呢 这个路牌 很简单的 应该 就叫我们 单车 和汽车 share the road share the road share the road 就是大家共用的路 以及maintain 那个路 就是 令到尽量 大家去保持 路的整结 不要破坏它 有时候去旅行呢 就很常常去索定一下 我们多些去留意一下 不同的路牌 不同的风景 那我们 享受一下 我们周围的生活 那有没有听过 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个叫做 慢活的理论呢 就不是快活 是慢活的意思 就是我们的生活 慢慢来 我们才能享受到 周围 给我们的东西 就是大致 给我们的空气 给我们生存 为什么要生存呢 我们不是生存 生存的空间 就是吃饭 吃饱肚子 对不对 不停地做事 好像大部分的香港人那样 虽然他们很努力 但是他们有没有 享受过生活呢 这个就值得大家去研究一下 所以放假的时候 有时间 不妨去一去 不同的地方 享受一下寧静的生活 抛下一切的烦恼 那你才能感受到 大自然给你的一切 这是我们的路边 就是我们讲开慢活 不如再细心点欣赏 细心点欣赏 细心点欣赏 甚至乎在路边的 微不足度的草 如果你们走近点去看的时候 你会看到 其实很漂亮的 他们开花 不错的 你想像一下 你的高度只有 几十cm的时候 你看见这些草 就好像有些很高大的花 你看 进入了另外一个梦境 你可以看到 虽然是草 但是相当不错的 他们的花都开得不错的 但是大家要细心点欣赏 其实这是全景里面的一小撮 看起来是微不足度 但是大自然给到我们的美丽 我们要每样东西都要细心去跟上 好了 继续我们的旅程 走回这条路 大家看到三边 也是路边 看到有很多好像枯干了的植物 其实又不是枯干的 我想它本身也是这样的样子 那时候就开了很多花 这些花真的不是很漂亮 但是你细心欣赏 又有另外一种的感受 感觉 一般我们在香港 经常说 花的 五眼六色 七彩 但是这个好像草的颜色 那些枯干草的颜色 好像柴的颜色 我觉得是不错的 整个都堆满了 很多很多这些花 非常之不错 我们再细心欣赏 一个全景 整个全景都看了 不错 大家看到吗 看到这棵花 这棵花 大概好像我手指尾的指头 那些黄色的花 这棵花更加小 非常之小的黄色的花 如果你这样看 好像很漂亮 不是好像很漂亮 基本上很漂亮 但是那棵花是很小很小 那小到我想是 几mm的 几mm的花 但是布满了整个草地 所以 看起来 零微不足道的东西 原来是真的这么漂亮的物件 大家在清心 大家在欣赏 大家看到吗 在水沓边 有一堆鸳鸯 只善鸳鸯 不善鸯 就是这堆鸯 这堆鸯 在这堆鸯 休息太阳 大家看看东西 看到这个高压电纜的桌 一路上去 一路上去 有些电线 因为是高压电纜 一路绑过去 那一边 那边也有高压电纜的柱 有普通的电线杆 也有高压电纜杆 大家听过高压电纜 就很高电压 几万伏的电压 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几万伏的电压 为什么不把电压降低 就没有那么危险 但是 你看到 我们香港也有很多高压电纜杆 那高压电纜杆 为什么要高压电纜杆 大家慢慢去考虑 读一些physics 有空可以上我youtube 我要教physics 大家可以去看 这个就是 你看到 它下面 塔下面 就 布满了这些刺 不要被这些人 乱绑上去 但是如果工作人员 可能有特製的鞋 才可以乱绑上去做事 一般来说 不要被 普通的人 有些白压的人 乱绑上去 电鬼死 高压电纜杆 相当之厉害的 电压 OK 那我们沿途的道路 我们一直这样拍过去 你看到 有很多不同的颜色 对不对 令到我们的眼睛很舒服 有绿色 有土地的泥黄色 天空的蓝色 再加上 路面的石屎的颜色 有不同的树木 有些电纜 电纜 电线杆 我们都可以看到 所以 在一个这么短短的道路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不同的环境 OK 那这边呢 如果我拍上去的话 就会很散眼 是个太阳的地方 大家 哎 爆光了 如果我拍上去 我就不拍上去 这个呢 就是 拉过去 所以 很多时候 我们走这些公园的小径的时候 记得大家 停下 慢慢去欣赏周围 就不要为了走而走 很快地走越 就算了 欣赏周围的花草树木 欣赏周围的尿如花香 和 相对于我们城市里的嘈杂声音 大家就会得到一个 宁静的 心灵的 洗涤 不妨大家欣赏了 大家慢慢欣赏 这些呢 就是 地虫树 你看到吗 你看到这条尾是没有煞开的 没有煞开又称为地虫树 啊 捐了进去 感受到威胁 因为我在拍摄感受到威胁 或者走近一点 拍摄那个地洞 地洞应该挺深的 没有那么容易捉到 除非你是 那些蛇啊 或者是 那些猫 可以放在手里 可能都会捞到去 是 亦有机会 啊 他在另一个洞里捐出来 看到啊 在另一个洞里捐出来 原来很多个洞 是 一个洞里可以到处里捐 所以都很难捉到 如果那些蛇捐进去 在那里就走出来 走到另一个洞里 都很聪明啊 地虫树就是这样 另外一个洞里 你看到有很多地洞 就是这些地虫树 地洞 上居的地虫树 躲在上面 看到啊 就是这个 很细心的 不知能看到它 你看到周围 有很多地洞 有很多地洞 虽然这里有少少背江 但是我湖边 大家看到这些 很高很高的草 是不是芦苇呢 我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植物学 就应该不合格的 中学的时候 但是应该都像是芦苇草 很高 又在河边 就是湖边生产 很高很高的草 高的人 2米多高 非常之高 可以打洞给大家看 哇 非常之高 很漂亮啊 上面那些 好像那些和 都不错 我觉得好像那些和 非常之不错 这一个就是 Directory 这个Directory 就是 刚才我们兜了 看 半个圈 没有一个圈 半个圈 都有没有过半钟 都有的 都兜了很久的时间 因为很大的 Zoom近一点 看看Directory 那我也要拍下照 show a show 是刚才我们走的 那个Path 是哪个Path 你看到周围有很多湖 那有些红线 建议的地方 是那些Golf Club Golf only 就是那些 高尔夫球的 打高尔夫球人 那我们走那个位 就不是 只是高尔夫球 是横边的 那个位 很小的 铁桥 一会儿我会经过 这个铁桥的 就走到一间小屋 小屋 好像今天有没有开放呢 我一会儿再走过去 看看小屋 这个位置 有没有开放 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开放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棵树 有很多黄色花 那这些黄色花 那这棵树呢 就是 在 那个铁桥的 入口来的 就是刚才我们走 将会经过 那个铁桥的入口来的 那我们看看 一路走过这个铁桥 看看 那些风景 那些铁桥下面呢 就没有什么水的 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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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你看到這條溪水 很小條溪流 因為沒什麼水 在溪流上高 一直流去那邊 一直流去就是下游 我們鐵橋這個位置 是上游的地方 所以流去那邊 繼續我們的旅程 經過這條鐵橋 給大家看看 在一個很普通的草碑上高 見到很多很多的白色花 白色花的中央 那這些白色花是什麼呢? 我猜應該是蒲公英 那大家見到呢 中間這裡很明顯有一朵蒲公英 那些風一吹 蒲公英就可以飛出來 然後散去不同的地方 就是 成為那個地方一粒種子 然後再生長其他蒲公英 蒲公英雖然是 有很多人種草地的時候 就發覺蒲公英 阻礙了 因為蒲公英的葉 就是散開了 會阻礙其他嫂子的生長 但是它的花開起來都很漂亮 這裡有一間小屋 上高寫著是3070 應該是門牌號碼來的 是門牌號碼來的 終於找到那間屋的牌 它寫著一個叫做 Brandstorfer House 是 在1867年起的 然後再建在1991年 再新的 這間屋 相當不錯 一百多年的屋 這麼漂亮 原來這間屋是被人租的 原來這間屋是被人租的 如果是Mountain River Citizen 如果是Mountain River Citizen 住戶的話 應該會便宜一點 我們會有個 牌寫著不同的價錢 我們再研究一下 看看大家有沒有興趣 當大家去旅行 到美國這個地方的時候 有沒有興趣在這裡租 就是一個花園的地方 因為今天我進不去 所以拍不到裡面 如果大家想看裡面的東西 有興趣的話 又來到美國自由行的話 來到這個地方不妨停一停留 可以租回幾個小時 去參觀一下人家 都可以的 這是鴛鴦來的 鴛鴦的紅星漂亮很多 你看綠色的頭 就是鴛鴦 大家都可以聽到 風聲和水聲 那癡性呢 你看到 小隻一點 就是這樣 小隻一點 所以為什麼才叫做鴛鴦 就是這樣 因為紅色和癡性 沒有那麼不同 我計劃過來這邊 就看到 有很多些艇 五眼六色的艇 有藍色、綠色、黃色、紅色 這些艇是出租給餐廳的 如果細心一點 有些腳踏的 就是去踩腳踏的 另外有一些 好像杜木舟 我想是租的時候 有些獎給你 自己去爬艇 但是今天 我就不見到 有任何人在那裡爬艇 可能天氣比較冷 雖然很曬 但是比較冷 就見不到 有任何人在那裡爬艇 就是有些水鴦 和鴦鴦在那裡遊水 自由自在地遊水 好了 看完整個兩集的享受生活 跟大家說一聲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enjoying these videos Hope you have a nice and enjoyable life Muchas gracias por difustar de esto videos Espero que tenga una buena vida 多謝大家觀看以上的券店 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和美好的生活 Adió hasta luego 拜拜 再見